灯红酒绿的噩梦轮回 对 倒许 Somewhere 无罪屋 最终回合 又到你了 结语者 Homitai 什么歌 Lost 大家嗨起来了吗 还没嗨刚才 还不够快乐吗 刚才 一塌糊涂 好 今天MC的话题是 是你爸爸妈妈觉得 就是让你做的 觉得很幼稚的事情 有哪些 很幼稚的事情 爸爸妈妈 家长 对 从谁开始 就从大C你吧 那我就抛砖引玉了 好嘞 我就记得我 就是前两天回家 然后有一个魔幻的晚上 就是有一天晚上 我和我妈妈 就是我带我妈妈出去吃饭 然后呢 我爸太 就是回 加班嘛 太晚了 然后就没有带她 然后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呢 就打电话给我爸 说回来 你就自己随便食多一点了 我们就在外面潇洒了 然后呢 我爸说 我爸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喜欢喝可乐的人 不是Suri啊 非常非常喜欢喝可乐 而且她钟情于可口可乐 就是只喜欢喝这个牌子 其他牌子的可乐 她都不喜欢 蛮专利的 然后呢 她就跟我叮嘱 你知道吧 她就说 你必须 她知道 我妈不会给她买 你知道吗 她就说 我有点事找徐晨晨 然后就让我妈 把电话给我说 给我买可乐 知道吗 你妈不会给我买 你就偷偷买 知道吧 然后后来我就说 好好好 我觉得是重任嘛 就在我身上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呢 发生个意外 我本来准备在那个小店里面 偷偷睡一瓶 不是就 偷偷 不不不不 偷偷付钱睡一瓶 偷偷付钱睡一瓶 然后就偷偷藏起来 不让我妈看到嘛 然后呢 结果呢 计划很好 但是当时 我有点 就是你知道 小偶像也是人 就是有点想 去一下这个洗手间 然后呢 就来不及了 你知道吧 我想算了 我就先赶回去 你知道 我就跟我妈说 我受不了了 我们赶紧走吧 我有点急了 然后结果 我妈也很好笑 她就一直在逗我笑 你知道吧 就想让我 就是出丑 你知道吧 就一直在那边说 你不要真的 在外面尿出来啊 尿出来 我不会把你 当作我女儿的 我会跟别人说 我不认识你的啊 什么什么什么 一直在逗我笑 然后我说 对 然后我跟我妈说 我说 你不要再逗我笑了 我真的要不行了 我就很丢人的 都二十几岁的人了 二十好几的人 不能丢这个脸 你知道吗 然后说 好的 我一本正经 然后她就这样子 然后就到那个宿舍 不是 到宿舍了 到家里面了 家里面以后呢 我就没买这个可乐 然后我爸回来以后 特别失望 就说 就是 算了算了 就是 也不一定非要喝可乐嘛 但是呢 当晚 我特别的折磨 你知道吗 她就一直在 跟别人提醒我 说 哎 这个灯啊 有点像 可口可乐的那个罐子 然后 哎呀 这个 最近有点口渴 不知道怎么回事 喝水也不解渴 就这种感觉 你知道吗 然后弄得我特别煎熬 然后算了 我就给你外卖叫一瓶吧 然后结果 我就叫了那个外卖 然后特别署名 我说 一定要可口可乐 千万不要别的可乐 你知道吗 然后就给 就买了 买了以后呢 我们在那边等 我就把爸就特别开心 再也不说话了 不点我了 然后后来过了一会儿 外卖来了 他赶紧去拿 拿回来以后 大失所望 怎么会是百叉可乐呢 然后 你可口地说了 百叉 你会说 因为他喜欢 我这个百叉 就不 对 他说 你一定是搞错了 什么什么 然后我一看 不 不可能 我已经备注了 是可口可乐 我就特别生气 你知道吗 而且 百叉可乐 百叉可乐 没必要 没有这个必要 而且 百叉可乐 比可口可乐 便宜三毛钱 我气死了 这个有点气 有点气 然后我就打电话 给那个店主 你知道吗 我就说 你们给我弄错了 就是 我倒是 我们家 我们家 然后我刚想说 我们家孩子 就想喝可口可乐 就想不对啊 然后我就特别尴尬 我就说 我们家 我们家人喜欢 喝可口可乐 都不喜欢百叉可乐 要不你给我 重新送一个呗 然后那个 然后人家就死到歉 我说算了算了算了 不好意思 然后我爸就特别特别的 就是 不高兴的 就是把那个可口可乐 喝掉了 百叉可乐 百叉可乐 对 喝掉了 然后就一直跟我 记着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就之后不管是 买什么东西 他都要点是 可口可乐 你知道吗 就特别的幼稚 这个人 OK 对 很可爱 买一下 解决方式 我要说的呢 就是我发现 大人们不会轻易认错 就是 对 他就不会很轻易地承认 说我自己 就是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啊 什么的 就是前两天 我妈妈不是来我宿舍吗 来我宿舍 她就会帮我收拾东西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不在家之后 回来我的房间 焕然一新 感觉有很多东西 就不在原来的地方 然后 也有很多东西 好像就不在房间里了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 我的地上 我厕所的地上 就是摆抹布的那个地方 有一条毛巾 这个毛巾呢 是我 以前 喜欢的一个 偶像 在他 退团之前 最后一场演唱会的 应援舞 很珍贵 对 他就静静地 已经用过牢 进了水 在地上 躺着 太难过了 我说 妈妈 这是什么 他说 妈不 他说 哎呀 这玩意儿也不知道 谁还掉毛 然后我就 你们懂我的心情吗 懂 但是他 最后 一个东西 我连摆在那 我连都不把它 就是放在面上 因为放在面上 会落灰 我把它放在一个袋子里 就是连同 他们那一场演唱 所有的就是 还有应援包 还有应援扇 还有应援毛巾 还有 还有应援帽子 应援T恤 然后我打开衣柜 应援T恤就在 我那里面挂着 已经过过水了 然后 我问妈妈 那那个袋子里 其他的东西呢 帽子呢 我试一下 太小扔了 然后我说 那扇子呢 他说是有 那个人脑袋的 那个吗 没有扔了 太疼了 全部都扔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就心情很低落嘛 然后我 有一点点想哭 然后我就表现在脸上 然后妈妈就 知道了 好像这是一件 很严重的事情 他就说 哭啦 事情吗 这一般事情吗 哎呀 但是你看这个袋子 我没有扔啊 这个袋子好时尚啊 你们这个演唱会 做得真好 然后他夸我 夸那个 因为带质量很好 妄图想要安慰我 但是他 是没有说 不好意思啊 什么什么的 但是 毕竟 不然没有面子 毕竟是你妈妈 对 所以说 这是我觉得 他很幼稚的地方 但是 妈妈在我心中 是最重要 所以无所谓 你没有去垃圾桶去翻找 对啊 没有 因为我走了一段时间 他肯定是我刚走 他就做了这个案 对 你做案 好 妮娱姐 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 应该是大多数父母都会 应该是妈妈比较多 都会问自己女儿 你觉得 我 就是 我假如我是我妈 你觉得 我看起来像多少岁 这个时候 我每次就是 对对对 也有 有人说 我是17岁呢 就我妈 每次都问我 这个问题的话 其实我都很敷衍地 告诉她 你三岁 有点过于敷衍 对 过于敷衍 然后我就后面 想到一个 好办法 就是说 你比你同龄 看起来 小了十岁 这个时候 她就会特别开心 然后有一次 我在房间 我在沙发上 在练琴 她在看电视 她看电视的时候 又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就很敷衍地 又回答了她一遍 之后 她过了几分钟 她回头 看向我 仔细地看向我 我在那里练琴嘛 也没有 就觉得很怪 就有一个目光 一直注视着我 我问她怎么了 她说 蒋云 你看起来也老了 一定有什么 这是你攀比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你不是刚才在夸她吗 对 我每次都想发设法的 就是把年龄说低一点 她竟然说我老了 但云姐妈妈 长得真的很年轻 我见过了 你下次可以说 我们是双猫胎呀 然后就是 要同干共苦 她如果说你老了 那就是等于 对吧 对 我的话 就 就有前段时间 然后我和我妈妈 一起上那个 东方明珠上面 去那个玻璃栅道 那个地方 然后去看见 看见特别可爱 就是那种 老爷爷老奶奶 他们就比较害怕嘛 然后就一定要去拍照 很奇怪 一般的老奶奶呢 那个都会很大胆 就他们都会很大胆过去 要摆那个漂亮 那个飞起来的pose 然后呢 快给我拍一张 然后呢 老爷爷 然后过去以后 他刚刚其实站在 那个边上呢 就是那个木头 那个地方 后面嘛 他站在那个边上 准备拍照 他拍完一张以后 这么一低头 吓了一跳 他就用了一句 那刷眼话 骂了一人 然后逛一下 就把这个手机扔掉 然后就跑了 跑了边走 没事 走 走 我要回去 我不玩了 回去 你看 是一个那种 老爷爷老奶奶 然后那个老奶奶 很可爱 然后他就把他 那个手机放过来 给我看 他说 你看看他 给我拍的就是什么 然后一看 那个老奶奶 头发飞这么高 对 就是那种风 因为上面很 风很大 然后就这种 飞那么高 然后老奶奶笑得 很开心 然后老爷爷给他拍了一张这么漂亮的照片 就觉得 很暖心 突然觉得 嗯 也是 对 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还是蛮可爱的 这个时候我感觉像是两个很年轻的人在谈恋爱的那种感觉 还是让人看点 最美不过夕阳 这歌非常恰到好吃 对 对 那么话题就说到这里 那么请欣赏下一首歌 Raystar 耶 耶 谢谢大家